正在这时候,小乌鸦飞回来了,它叼着一条大大的毛毛虫,送到老乌鸦嘴里,说,妈妈,您先慢慢吃着,吃饱了,我再去找水给您喝。 老乌鸦吃着虫子,心想,我的女儿有多好呀,我自己心里最明白了。 我是一个红苹果,我是一个小小的红苹果,我能照亮孩子们的笑脸,我能温暖老人们的心窝,我是一个小小的红苹果,我能使生病的人们有信心,我让人们永远平安快乐。